嗨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号 具体上自己来说是去年纪录 今天我教一个教育人家 荣耀的HONOR MAGIC 6 Pro 应该是体验官的接任度的发布会 柔俩库的一部 柔俩余的你 上次购买了 我们要开完, 主要是猪为这来自义的 我们现在的主要也在三个城楼 这把主要是猪猪猪猪猪猪汪 是猪猪猪猪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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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 今天是3月3号 然后前两天3月1号的时候 我就上了吉隆坡去参加了 Owner Matrix 6 Pro的媒体发布会 今年也是很幸运的 可以参加他们体验官的活动 因为去年我也是 Magic 5 Pro的体验官 可是那时候媒体发布会的时候 我人不在吉隆坡 所以没有去参加 但这一次就 特地上了吉隆坡去参加 也第一次去感受一下媒体发布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当下在KL的那个会场 我是觉得Owner就还蛮用心的 就是让当天参加的嘉宾去体验 阴眼抓拍2.0 还有这一代 Magic 6 Pro的巨烯玻璃 它的抗刮能力 还有Magic 6 Pro在 在机动的状态下面 能不能正常运作的一些基础功能 还有这一次Magic OS 8.0主打的一个功能 也是Magic 6 Pro目前独占的一个功能 就是AI任意们 刚刚在影片前面你们也看到 我这一次拿到的是这一款 素皮绿色的Magic 6 Pro 这边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素皮材质是有一些纹理感的 它的逻辑手感其实还不错 然后如果你是喜欢逻辑的逻辑档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很防滑 因为去年的绿色的那个是 雾面材质 所以它的手感很滑 这个绿色又相对的低调一些 这边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偏浅绿色的那种绿 所以质感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这一次马来西亚还有进另外一款就是黑色 黑色是比较偏常去年绿色的那个材质是雾面的 当它在阳光照射下的时候 会有带一点点的紫色 我想去年我拿到的那一款黑色 就是玻璃镜面黑 那个是很沾指纹的 这一次的应该没有那么沾指纹 当天我没有机会就是摸到黑色那一款 希望下一次能在十几天面 或者是说有机会再去发布会的时候再去看一看 然后现在我仍在巴西古当的拉扬拉扬 因为今天是新山一年一度的风筝节 想说今天就用Magic 6 Pro来拍一下照片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现在窗外下着雨 我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上面说大概等多一下会放晴 顺便就来补充一下开箱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原厂附的手机壳 虽然很开心手机厂商还愿意附手机壳 但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子中空的 因为就像我之前一些开箱手机的影片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现在的相机模组那么大 而且它这边是玻璃的 但是通常原厂附的手机壳都是中空的 所以你一个不小心跌下去这边就可能会爆掉 如果你想说去贴那个镜头保护膜 可是又会造成拍摄的时候会有鬼影的问题 所以之后我会去找一个有针对镜头防护的手机壳 会比较保险一点 这一次附的充电头是100W的充电头 但是Magic 6 Pro的最高充电瓦数是有线88W 无线66W 去年的Magic 5 Pro只有有线66W 无线50W 所以这一次的充电速度也会比较快 而且这一次的电池是青海湖二代 去年Magic 5 Pro的电池是没有用青海湖的 但是它的续航能力还是不错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A to C的充电线 好现在我只能在这边等雨停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拍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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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忘记 好 好 好 ましょう 希望大家能關注我下一支有關HONOR MatrixX PRO的體驗影片 先這樣,掰掰